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那您在节目中说新加坡法会满天的菩萨 你到时候会求求看看会灵不灵 身体的病会不会好 那师父你这么多的菩萨我们也都不认识 如果求大话怎么说呢 你最多能求几件事情呢 师父请师父开始一下 你不是已经说了 诸位隆天护法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这部里面都有 你天天在讲 你还不知道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不就是吗 那求大师父能最多求几件事情比较灵验呢 师父 一般的你过一会儿拿一件事情出来求 过一会儿盯着一件事情求 比较灵验 但是呢 当你这个时间如果求的 真的菩萨不来的话 那谁最好叫你 在求的之前呢 先念经 先念经 念一遍大悲咒 或者念一遍心经 之后再求 然后呢 盯着这个事情求 就OK了 就求一件事 很灵的 不要讲了一大堆 讲了一大堆没用的 好吗 那最多求几件事情呢 有的人想求 就是家里的人信负 念经啊 有的人想求 红法度更多的有缘 度身啊 这样的 他一般是最多求几件事情 随便都可以求 这些 这些菩萨一听就知道 你这个人是正能量 菩萨会帮助你的 很快 哦 很快你如果真的度得到这么多人 菩萨很快会成全你的 明白 哦 师父那正能量的可以多求 是这样吗 师父 你说我发财 我发财你多求好了 你看看 你会不会发财 哈哈 明白明白 那师父 就是在 就是说 这满天的菩萨 就是在那个 新加坡体育场的时候 是这种 这样的时间段 是这样吗 师父 体育场嘛 从一开始 很早去坐在那里 菩萨已经来了 那 菩萨很早就去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了 哦 所以在那里先坐着 早点进去 坐好了 就一直念经 一直念经 一直求 你看看灵不灵 就是这样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谢谢师父的 谢谢师父的 慈悲开示